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分局远警于昨日西医时许 在新营区明治路段执行勤务时 见女性嫌疑人骑乘机车 未戴安全帽 遂将其南下 在远警自担过程中 嫌疑人应不服取缔 情绪失控 进而攻击远警 造成两位远警轻微受伤 随即将其待避 全案宣后依妨碍公务罪 移送台南地权署真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